很辛苦啊 一個人當五個人用 便當也拿五人份的 我平常副業就是在火車月台上賣便當 看得出來 今天說過的是為了紀念這個詩人 慶祝詩人節 關午節嘛 對 難免要跟大家來迎詩作對 你也不要迎詩 不過我怕呀 現在中文程度比較低弱一點 比較年輕的朋友可能會聽不懂 你這樣容易得罪人 在場的中文程度肯定都好 對不對 對 所以呢 聽得懂就要大聲的笑 聽不懂 你要比旁邊笑得更大聲 代表你聽得懂 另外我壓力也很大 前面的表演更精彩 如果我說的不好 請大家就掌聲來懲罰我好嗎 好 好 謝謝大家懲罰 既然觀眾那麼熱情 就跟大家提一首詩 春眠不覺醒 處處聞踢鳥 夜來風雨聲 觀眾朋友大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什麼是詩啊 你不懂 詩人節嘛 所以這叫唐詩新改 我看來 竟然張口就是唐詩啊 搞不好對詩詞有點研究 還不錯 我跟他考一考 按 來來來 聽這首 聽 床前明月光 儀式地上霜 巨頭望明月 低頭吃笨蛋 不要教壞小朋友 小朋友都要死故鄉 不是 你出了什麼題目 小朋友都會你考我 小朋友會你不會啊 嗨 我不可能不會你來點有程度的 就是嫌我沒sense就對了 好 聽這首 哎 晴時明月漢時觀 萬里長中人未還 但是龍城非將帶 報教骨馬渡英山 明月松間照 清泉時尚流 楚河日當舞 漢堤河下土 誰知盤中孫 歷歷皆辛苦 苦 我黃一豪到死一游 我 你亂嗑字罰款三千 這可貴的是啊 你考不到我呢 不錯 看來這位不斷對詩詞有點研究 搞不好還是個詩人呢 唉呦 不好意思了 我才不敢說我是詩人呢 唉別客氣 你要不是詩人 哪來這麼大詩氣 你才發霉呢 詩氣 詩氣笑話 我說你有詩人的氣質 詩氣 不敢當 我國詩歌浩漢如海 詩人多似繁星 憑我這麼一滴滴詩的知識 可不敢跟在場的各位相比 唉 太謙虛了 我連您都比不了呢 怎麼會呢 跟您一比啊 我就是那浩漢大海當中的一個水滴 怎麼講 渺小的狠啊 沒有 你要這麼說的話 我就是高山上的一顆小碎石 怎麼 渺小的狠啊 您要那麼說的話 我就是原始森林當中的一片落葉 渺小的狠 那我就是茫茫草原當中的一根小草 你要那麼說我就是你草底下的那隻螞蟻 那我就是你螞蟻的一根後腿 我是你螞蟻後腿上的那根 繁茫 你也太小了吧 誰叫你那麼成虛啊 不是 我在外面聽人家說你對獅子非常有研究 研究倒是談不上 我不過就是在台大當個教授 你在台大教授 台灣大學啊 台灣大車隊 你去車隊給人家叫做什麼呀 你懂什麼呀 我閒來烏事心血來潮 就到台灣大車隊去說說詩人的特點 有的時候跟他們談談小區的禮遭 區中衡 什麼區中衡啊 小區嘛 區員 區員你叫小區啊 我昨天晚上做夢 他給我托夢呢 我們在夢裡頭把酒言歡交上了朋友 他叫我小吳 我叫他小區 裝熟 那還有誰 小曹的短歌行 小曹 小李的書道呢 李白 小曹的歸去來 豪元明 你也知道他呀 我當然知道 我說你可謂每個人的名字 你把它唸出來一句話 小來小去你不怕舌頭痛啊 哎呀 就那些詩人嘛 什麼李清照啦 白居易 王回王安石 杜甫杜正盛 金小刀 金小刀是詩人啊 杜正盛是詩人啊 那個我跟他很熟嘛 那個有個詩人姓杜的 我都叫他阿杜 阿杜都從詩人啊 杜 你說的會不會是杜牧 嘿你也認識他呀 誰不認識他呀 哎呀就是杜牧 哦 是是是 那你今天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你把大家當成問家 哦 你分享一下 你平常跟他們分享的心得行嗎 哦 平常跟他們說的詩人特點啊 啊 哦 在哪裡說 在這兒說 當然 你有沒有搞錯 我哪裡搞錯 這邊 連那個還沒上幼稚園的小朋友 都會淫詩耶 在場說不定就有詩人的後代 哦 萬一讓詩人的後代給聽到了 豈不說我 欺詩面子 搬門洞 嗯 關公面前耍大刀 荒蜜喉面前 賣燒餅 你還貪金蓮呢 怎樣 你放心 在場一個詩人後代都沒有 確定 當然 你不是理清照他表妹 你才他老爸呢 你們不是親戚 放心一個都沒有 沒有 大膽的說 那我就說我的論點 啊 不過我還是有點顧慮 你到底怕什麼呀 我怕我這精闢的論點 一旦講出來 啊 萬一還是讓詩人給聽到了 他們紛紛目瞪口呆 瞠目結神 摸地自容 跳河上吊我脖子 這詩人都是屍體 哦 我看你 你放心 一個自殺都沒有 確定沒有 當然沒有 那我說了 儘管說 我認為我國詩人最大的特點就是 什麼 眼神好 眼神是指眼力嗎 沒錯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哎喲 愧姐眼神 他要自殺了 誰要自殺啊 韓孝兒 你才死不明目呢 怎樣 什麼眼神好啊 唉 我這不是空口亂講的 怎麼說 有詩為證 這還有詩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千里目什麼意思 千里目什麼意思 千里眼一共一千里啊 两个就两千里了是吧 眼神好 眼神真好 是吧 再来了 远上寒山石井霞白云深处有人家 听过 听过什么意思 就是你登上山崖一看 白云里面隐隐约约有几户住家 要是你你看得见吗 看得见 识人一眼就看见了 识人眼睛真好 眼神好嘛 再有了庐山你知道吗 知道 南投喜欢权党 大陆那个 大陆的庐山 那是非常著名的风景点 庐山有个瀑布 庐山大瀑布嘛 那瀑布上下一共多少尺 你知道吗 不知道 识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多少尺啊 悲流直下三千尺一世一颗落九天三千尺 这三千尺是识人看出来的 不然他拿瓶子去念出来的 没法天啊 是吧 是是是 眼神好 眼神真好 那诗人还有别的特点吗 有 还有 不过诗人还有一个共通的特点 就是爱喝酒 这问题我听得都新鲜 我有诗为证 什么诗 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行人御断纹 借问酒家何处有 这木桶瑶指信欢 这首大家都背过 跟喝酒有什么关系啊 你一句一句分析 那那个清明时节雨纷纷 清明节的时候那雨 哗啦啦的下了 路上行人御断纹 路上的行人都很想要死掉 什么叫降死掉 御断纹 哇 那借问酒家何处有呢 这诗人就问啦 啊 借问一下 酒店在哪里 诗人还台湾来的 借问 借问 哎呀 哎 那木桶瑶指信花村哪 放牛那孩子就跟他说 你往前面直直走 拐个弯进村子 看到一栋摩天大楼 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地下市 地下酒家 啊 看 那你放说 那个招牌上你写的就是信花村 好啊 你去过 谁去过呀 你看 诗人为了喝那么凉口酒 啊 冒着轻棚大雨 把全身上下都焦透了 都给淋湿了 不然怎么叫诗人呢 看 这么得名啊 多严重的多透彻 太透彻了 是吧 啊是 那诗人都喝酒吗 没有诗人不喝酒 大诗人李白喝酒吗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棉 他只要喝一斗酒 就能写出一百篇诗 这叫喝得越多写得越好 哦是 那杜甫喝酒吗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欢喜啊 哦 有 好欢喜啊 有 你听明白了没啊 你跳声嘛 嘿 他是说这酒不但好 他还 帝啊 哦 还香啊 哎 真的还好酒 爱喝啊 哎 那那个苏东坡喝酒吗 明月几时有把酒棍青天 啊 他拔酒呢 怎么个拔酒 凡事看到酒就拔过来 啊 啊 是徒实啊 啊 啊 那宋朝女词人李清照他不喝酒吧 哈哈哈哈 女人喝得比男人还凶 啊 昨夜雨淑风草 啊 浓睡不消残酒 怎么说 他昨天晚上喝的酒今天还没醒呢 素贵 半打高粮啊 哎呀 哎 我听说这个诗人哪 嗯 清朝里面有一个叫李公自珍 听过吗 公自珍 啊 听过 我听说他可不喝酒 他呀 啊 喝 喝 我告诉你 他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 他看到酒就拔劲喝拼命喝玩命喝 毛起来的喝 这也有识为证 不用识了 你听他的名字 怎么 公自珍 有功夫自个珍上 哎 有功夫自个珍 哎 看来诗人没有不喝酒 都很爱喝 那诗人还有别的特点吗 还有一个特点 啊 肺鞋 什么叫肺鞋啊 鞋子很容易坏掉 怎么呢 因为诗人都喜欢 爬爬 嗯 为了写下美丽的诗篇 啊 他们是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翻山越岭披荆斩战 你说岂不费血 不 不呢 走遍大江南北留下多少璀璨的诗篇啊 啊 什么地方都有诗 什么地方都有诗 长江三峡有诗吗 朝磁波地踩云间千里将临一日还 两岸云生堤不住者 轻舟已过万重上 黄河有诗吗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任山 枪笛何须月阳柳春风不动玉门关 洞庭湖有诗吗 西温洞庭水今上月阳楼 新疆有诗吗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西湖有诗吗 水光练艳情方好山色空蒙玉意其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庄能莫等相比 我家有诗吗 你 家 我说诗人哪都去过吗 我家有诗吗 有 还真有 诗人不但去过你家 还为你未来的老婆写了一首诗 我未来还能有老婆呀 对 他一定要听名字啊 注意了啊 应咸鸡齿应苍胎 石口才飞酒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怎样 一只红杏出墙来 你才出墙啊 好 谢谢